圆龙3,里有两个穿越者,第三季来了,有望看到两人的对决。 印象中距离圆龙第二季完结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很多人对第二季的结局很嫌弃,并纷纷取消追翻,说以后打死都不看这部作品了。 但是我个人对于第三季却还是抱有期待的,毕竟这股作品第一季做得是真好,不能因为第二季换导演做本了就彻底否决这部作品,而且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来看。 圆龙第三季已经正式换导演了,不再是之前的徐伟负责这部作品,只是不知道第三季这个新换的导演是谁。 而抱着回顾的心态,我又回顾了一遍第一季和第二季,而这次重看才发现,在这部作品里面居然有两个穿越者,那么下面大家就都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1. 圆龙里面有两个穿越者。 之前没有注意,如今重看圆龙第二季才发现,里面原来有两个穿越者。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有吗?我怎么不知道,我想说确实有的,除了男主王胜之外还有一个穿越者,只不过很多人的关注点可能不在这上面,而是在感情戏和女角色身上,所以忽略了这个人。 从第二季第五季来看,男主王胜在摆脱五大家族的追兵来到吴忧城之后,注册成了一位杀手,跟着还和吴忧城的吕温侯大老板做了朋友。 在王胜拜托吕温侯去给他找一个关于凤凰元婚的女子的时候,吕温侯说这个女子出自千绝地。 而王胜突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之前他路过千绝地的时候无意之中找到了一件被蜜蜂藏起来的玉盘。 当时王胜还奇怪,这荒郊野外怎么藏有他那个世界的玉盘,而王胜既然这么说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玉盘不是他的,而别人带过来的,然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玉盘封存在千绝地里面。 有意思的是,玉盘封之中其实并没有这个穿越者,自始至终穿越到圆魂世界的只有王胜一个,现在却多出了一个穿越者。 不过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从圆龙第一季后半段开始,官方就不按照援助来了,各种改编,还加入了很多原创人物。 像是高瑶宋命以及史金刀下骨等等,既然都改编这么多了,还加入这么多原创人物,那么如今再三一个原创的穿越者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 二、第三季走起,主打京城篇。 第二季完结了,而在第二季的结尾,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官方暗中埋下了釜底,一个是关于大女主宋燕诗意,一个是关于京城篇。 宋燕诗意不用说这是国难和影视剧惯用的老套路了,而这京城篇却点燃了我的兴趣。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京城篇将出现一位新的女主,这位女主就是第一季本该出现却没有出现的女儿。 她原本是朱家养女,同时也是宝庆堂的女东主,负责打理宝庆堂的生意,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女强人。 王胜在刚来《原魂世界》的时候就和这位美女做了一笔生意,后来两人渐渐熟悉起来,也慢慢就有了感情,不过动漫之中却没有这个人。 刚开始我以为这位美女被删了,如今看来并不是,而是被动漫官方给挪到第三季了。 因为按照援助设定,这位美女还有一个身份,乃是皇家的公主,只不过当年皇宫内乱的时候被人给带走收养了。 后来王胜帮帮她揭开了绅士之谜,而她也在后来嫁给了王胜,第三季开局想必大家就能看到她了,到时候也期待她的表现。 三,有望看到王胜和另一位穿越者的对决。 第三季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年底出来,而第三季我们将有望看到王胜和另外一位穿越者的对决。 毕竟王胜拿了人家的玉盘,而作为一个现代人,还是穿越者,这个人肯定不甘人下,会发挥他的各种才能,然后在这个元魂世界大战身手,而男主王胜就成了他的敌人。 这个人无论是为了拿回鱼盘,还是为了鱼盘里面的秘密,又或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唯一性,恐怕都不会放过王胜,而两人也就成为了宿命之中的敌人,将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至于这第三季好不好看,在我个人而言,换了导演不是虚泪之后应该是可以一看的,起码没有了他之后。 袁龙第三季会回归正轨,不再加那些莫名其妙的剧情和感情戏,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一直出下去,也希望这部作品真正得到大家认可。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